所以刚刚的绘制就这两个 这一行跟这一行 清除 然后绘制红色双线的部分就这个 其实加这个跟加这个就可以了 那向下追踪的话 就是H7 你就end向下追踪到6 把它放在这边 那这个待会一起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绘制那两条线 哪两条 这个 这一条 跟这一条 那做法的话基本上 就是 红色实线再加两行 把它补上 所以这边的话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我们注意来看一下 这个上面这一行这两行我先删掉 我重来一遍好了OK 那写的方法就是我先上面这一这个 底下的这一条线 那一般我们做法是选这个上面 然后在常用里面有个什么 这边有个其他框线 应该是先双线然后点这一条线一下 按确定 类似像这样 不过这是手动的 那如果说你VBA的话其实到底差不多 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跟他讲说你我的范围范围在哪里 Range的应该是那个什么A1到H不是7应该是H1然后呢他的什么 点Bilder 比较Bilders 可是问题哦 我不是要全部的线 我只要下面那一条线 所以多一个动作 前刮弧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前刮弧 意思说我不是要全部的线哦 我是要某一条线 哪一条线 下面那一条线 下面应该是哪一个 H的Button 有没有 Button就下面那一条线 就这一个 H Button H Left H Right 反正这个你自己再把它对照一下 Button OK 底下那一条线哦 那个范围的底下那一条线 的怎么呢 应该是 怎么啦 颜色吗 不是 应该是什么 记得哦 线的什么 样式 是双线 样式 OK 所以LightStyle 双线的话等于什么 双线 就是XL Double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想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LightStyle 我哪一些 哪一些那个名称可以用啊 很简单 如果不会哦 教个方法 F1 有没有 之前一个 F1 LightStyle F1 他就会 有点像呼叫 Call Help 官方的说明档给我一下 这边不是有个 他的LightStyle 你把它点进去 他就出现了 如果是双线的话呢 那请你填这个 名称 XL Double 如果其他的就这些啦 自己再把它变化一下 应该OK吧 所以没什么 F1不用记 可以用X的 OK 然后呢 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试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工了 看一下这个 OK 上面这一条线 画一下 所以加一个 有没有 这一条OK了 那这一条OK之后的话呢 下面那一条 这边 应该有OK 怎么做 一样嘛 其实改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个复制来改比较快 应该是A1到H 不应该到A7吧 A7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这个地方 把这个 Delete 掉 钱瓜 应该是哪一个方向 AXL 右边 右边的话是什么 Edge Line 有没有 后面的话就复制上面来 来来来就好 OK 一样 图字 切上 滋芯一下 OK了 两条线都OK 其他的 如法炮制 如果你这一个范例会的话 我觉得应该够用了 如果还有 更复杂的 自己在想 应该 大概逻辑都差不多吧 反正不外乎就是 线的颜色 线的样式 然后范围在哪里 大概就这样子 只是说如果你画得很复杂 你就多写几行 反正 总会把你的表格给框起来 最后的话 可能会有个问题 同学问到说 老师 那这个地方 如果我现在 成绩 假设说我多了两个人 OK 这样的话当然 如果我要绘制框 我第一个清除框线 就不OK了 你要清到这边就停下来 怎么办 绘制框线 这边只有绘 所以你变成说 你一定要向下追踪 那怎么追踪呢 关键的在哪里 在这个 7 有没有 所以这个7的话 我们怎么向下追踪 特别注意 一般是这样子 游标放A1的话 控制向下 因为它上面没有了 所以建议是在A2 可能比较好 A2向下追踪 那A2向下追踪的话 我建议你要不就是写在这个后面 要不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多一个变数 R 等于 什么 Range 还记得吧 我今天特别强调 从A2向下追踪 A2 有没有 点 END AND 前刮弧 向下追踪的话 XL DOWN 后刮弧 点ROW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帮我追踪到9 把9放在R里面 然后我要把这个字换掉的话 请你一一把7delete掉 然后后面记得 空一个AND 再空一个R 这样就好 意思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9 有没有 9本来是一个数字 数字嘛 然后遇到AND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文字 因为AND串接后面 它自动帮你转型 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这样子 应该可以懂得逻辑吧 所以就大概这样而已 其实说这些没什么 可是我发现有些同学 看半天还是不是很了解 不要专业 就是这样而已 OK 好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直接把这一串 放在R的位置 也可以 就少一行 两个方法都可以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清除匡讯 好不好 清除 有没有 清掉了 这其他都一样 好 所以你这边的话 也可以直接拿这个 然后什么 Ctrl C 如果 要放在这边的话 你就是 直接 把这边的R 有没有 这边的R 这个 这个可能 这边要改嘛 这边要改 AND R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有个7 这边也是 这边把它 AND AND R 这样也OK 这样的话 它就是 应该 这个 A1 H 这个应该固定 这不会动 这个 好 那 执行一下 这一格看看 会不会向下 刚刚不会吧 现在 会不会OK呢 看一下 有了 有没有 如果将来 假设说 我这边 delete掉了 然后清除 看 会不会OK 向下追踪 我看一下 Ctrl向下 它到这边 对 那清掉 它就 追踪失败了 所以 这边的话 变成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好 那把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 最后的话 有个追踪 追踪这个地方 我在云端上 好像也有放 我是放在 这边 AND 我是写成这样子 另外一个写法是 加个R 变数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当然